2021年的選委會選舉 是會首次利用電子選民登記策來發出選票的 我們希望這個是更有效和更準確的 在使用電子選民登記策發出選票的情況之下 那些投票人或者團體選民的獲授員代表 入到投票站之後 工作人員就會指示他到其中一張發票櫃去領取選票 那投票工作人員都會查看他們的香港身份證 然後就用平板電腦去掃描身份證 來進入系統去核實 也有設施給投票人可以通過電腦屏幕 看看他自己的姓名 身份證部分的號碼 以及他應該得到的選票總類 那為了確保投票保密 投票站裡頭是不會不會有任何人臉識別裝置的 有建於選委會的人數是減到現在大概八千人左右 那為了善用公共資源和人手 我們會縮短投票時間 是由以往的七點半 早上七點半 去到晚上十點半 一共十五個小時 是會更改到上五九點 至到下五六點 九個小時 投票站主任會在投票站裡頭 或者直接到外面設立兩條隊伍 一條特別隊伍是給長者、殘疾人士和人父使用的 另一條是給一般人士使用的 這次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 是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領條例 通過之後是第一個公共選舉的 我們一直以來選舉的原則 都是公開、公正和誠實 選管會自力依照這個原則 是根據法例的安排作出選舉安排 我們是不會有政治考慮的